哈喽,大家好,我是喜宛君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部极为下范的动漫《中华小丹家》 这部作品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它讲述了许多中华美食,也宣传了不少中华文化 作者则是一位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漫画家小川乐师 在当时,中华小丹家的作品风格就独树一致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中华小丹家的动画剧情 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 故事始于清朝末年,大清江王未亡之时 主角是一位名叫刘某星的少年,人称小丹家 如今,小丹家的母亲,特级厨师仙女阿贝刚刚过世 小丹家则是和姐姐继承了母亲的酒楼,局下楼 没想到,阿贝的徒弟上等厨师邵安却前来抢夺酒楼 过去,阿贝对邵安十分严厉 这导致了邵安出走,并且一心想要毁掉局下楼 而且,邵安的野心不止于此 甚至想要称霸世界 当前,中央料理界的掌舵人李鸿月提督提出要考验邵安的厨艺 决定是否对其授权 而邵安则是拿出一道豪华的海鲜炒饭极为美味 邵安还夸口,自己已经超越了仙女大厨阿贝 闻言,小丹家为了保住母亲的酒楼和名声决定与邵安比试厨艺 他用火焰料理的手法制作出一道黄金炒饭 没想到,这道魔法炒饭居然能绽放出刺眼的光柱 而李提督在品尝后更是留下感动的泪水 每厘米都被蛋汁包裹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之后,李提督判定两人的作品平风秋色 需要加赛 这次考验双方的是六位合一麻婆豆腐 要求辣、香、色、炭、麻、酥 经过一番制作 邵安的作品再次寄精试作 他的麻婆豆腐甚至能够用来跌积木 不过,小丹家的作品却更上一层 李提督不仅直接受惊 还一口气吃完全部豆腐 因为小丹家用大豆代替了肉 将酥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也是李提督一直追寻的梦幻美味 其实,这道菜是仙女阿贝的名作 也充满了母亲的味道 最终,邵安的阴谋破产然被离去 李提督则是要求小丹家 前往广州学艺 目标特级厨师 一段时间后 小丹家来到了美食之都广州的羊犬酒家 他凭借一道炒青菜 成功拜师在特级厨师吉地门下 吉地师父有着一位女儿嘟嘟 以及一位徒弟阿Q 小丹家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他还协助阿Q做出了一道美味的柿子青椒肉丝 不过阿Q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 继承父亲的饭店 同时,吉地有着一位老师 名叫石泉大师 他经常指点小丹家 让小丹家的厨艺大有精进 就这样,小丹家开始了刻苦的学习生涯 许久之后 广州组织了一场饺子大赛 头号总之乃是饺子兄弟 赛前,他打伤了吉地师父 以防吉地双赛 因此,小丹家代表羊犬酒家出战饺子大赛 比赛中 饺子兄弟拿出的是 口水喷火烈焰尖角 让评委们纷纷点赞三连 而且,饺子兄弟还偷偷破坏了小丹家的特制战将 好在,小丹家及时做出新的尖角 他的作品甚至得到了前料理界画世人 阳文大师的赏识 于是,小丹家后来居上 同样收获无数点赞三连 此时,两边打成平手 主办方决定加赛 加赛阶段 双方都选择祭出巨龙饺子 其中,饺子兄弟的巨龙饺子能够发光 而小丹家的巨龙饺子不仅会动会跳返弱真容 还锁住了虾的美味 比饺子兄弟技高一筹 最终,小丹家收获全部评委的硬币取得胜利 赛后,小丹兄弟盖鞋归正,李提督则是推荐小丹家去参加四年一届的特级厨师选拔 很快,小丹家带着都督来到了选拔地点 在此,他们结识了天才厨师 藍飞鸿又叫阿飞 来到预赛阶段 比赛只录取五个人 靠提示国势无双面 过程中,小丹家和王虎争夺最后一个名额 王虎做的是华丽的东坡面 一指苏东坡 可是,因为苏东坡一身连结并不慕喜奢华 因此,王虎遭到淘汰 而小丹家则是凭借减水煮面成功通过考验 因为面本身的Q弹 好视航性一般强劲 堪称国势无双 来到决赛阶段 考提示非面之面 比赛中,魔女之灵一度用卑鄙手段 让小丹家丧失味觉 好战,阿飞帮助小丹家取出银针 让小丹家恢复味觉 其实,阿飞过去曾被黑暗料理界抓走 是阿贝师傅救了他 还给了他温暖的热汤 所以,阿飞十分感激阿贝师傅 他的料理之道也和小丹家一样 要用料理带给人们幸福 之后,大家纷纷完成作品 比赛要求选手们各自评分 其中,知灵因为在墨鱼米线中 参有因素被判取消资格 小丹则是对规则理解不够 使用猫饿面同样出局 最终,小韩的牛肉面 阿飞的土豆面 和小丹家的鸟鱼面阿貂卷 一同进入最后评分阶段 过程中,小韩故意给小丹家和阿飞打低分 他被主办方认定为不讲武德取消资格 同时,小丹家和阿飞的分数相同 因此,他们共同成为了本届选拔的特级厨师 就这样,小丹家成为了最年轻的特级厨师 他决定要和都督行万里路 开启一段料理的学习之旅 说起来,这段旅程非常漫长 也充满了各种插曲 他们还遇到厨师界的天才 超特级厨师,四郎 那个天才少年啊 正是在将我 虽然,四郎把徽章做得几近乱真 但他并不是真的特级厨师 他还被小丹家的厨艺则服 百丝小丹家 第二天,三人来到了一家九楼 九楼的掌门人是一位大姐姐 并对小丹家使用美人剂 其实,大姐姐是想利用小丹家 为当地总督做出他家祖传的锅巴料理 不过,在小丹家研究出制作方法后 大姐姐就翻脸不认人 然而,她仍旧没能掌握这道料理 小丹家则是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 她用一道内涵贪汁的金光四色锅巴料理 征服总督 于是,大姐姐洗心革面主动认错 小丹家还大翻地展示了自己的高贵身份 接下来,小丹家又开启了各种历练 包括用彩虹舟击败红色鬼屋的毒品厨师 用牛兰之女迎合面 让一对友情人终成眷属 用乌鸡薄米饭 为乌骨鸡酒楼赢得人们的认可等等 一番历练后,小丹家回到了洋拳酒家 她制作出一道鸡蛋皮蛋螃蟹蛋三蛋合一的烧麦 并迎来了一位挑战者特级面点师谢乳 谢师傅带着一根大黑棒力大无穷 两人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出50人份的面点 没想到,谢师傅仅用一半时间就完成全部份额 她的烧麦还采用了完美的环金分割笔0.618 面对如此对手,小丹家逆向操作 她做出了一个将整只猪圆分不动包起来的宇宙大烧麦 哪里好吃吃哪里 一个烧麦中包含宇宙的森罗万象 最终小丹家赢得了本次面点对决 谢师傅也心悦诚服 时间来到嘟嘟母亲的忌日 今天大家收到一份神秘的邀请函 参加了一个晚宴 未曾想到,嘟嘟和参加的宾客都在晚宴中被人下毒 而下毒之人则是吉帝的同门师弟李延 过去李延深爱着嘟嘟的母亲 可是在龙虾三争霸的招亲对决中吉帝获得胜利 因此李延记恨吉帝特地来此找吉帝复仇 当前双方决定鄙视龙虾三争霸 但是吉帝却在第一回合被毒蝎刺中输掉比赛 原来李延过去之所以输给吉帝也是因为被人下毒 所以他认定吉帝就是凶手 以笔之道黄师笔身 见状小丹家代替师父出战 他展现了精湛的门眼刀工得到了面具男的认可 于是双方进入第二回合较量 云龙炸虾 比赛对速度要求极高 一番完成后另一番也要停止 这次李延一口气做了三只炸虾 但却没来得及做酱汁 而小丹家则是只做了一只内置酱汁的炸虾 帅先完成 不得不说李延的思路确实落后 一只炸虾的速度自然要比三只的快 而且小丹家还炒本李延的作品是未完成品 自然而然小丹家凭借内置酱汁 在本轮获胜帮回一层 随即双方进入最终对决 砂锅料理 此战李延拿出了增长16年的顶级干货 作为汤头 小丹家则是用三蒸野菜喷条龙虾 凸显龙虾之仙 最终不知情的四郎认定小丹家的作品 取得胜利 因为李延的干货虽好 却掩盖了龙虾本身的味道 就此小丹家战胜李延拯救众人 赛后李延得知过去自己只是一厢情愿 对他下毒的人正是希望极地获胜的嘟嘟母亲 随之李延一姓郎三服下毒药致敬 临终前他还告诉小丹家要其多加小心黑暗料理界 就这样龙虾三争霸的巅峰对决告一段落 在此之后黑暗料理界逐渐浮出水面 这个组织非常邪恶 亦不用料理操控世界 第一个被袭击的是谢师傅 他的大黑棒被人夺走 而这个人正是过去的洋拳天才厨师雷恩 如今雷恩想要取走十拳大师保管的传说中的厨具 相传世界上一共有八个传说中的厨具 每件都能赋予厨师惊人的料理技艺 而当八者全部集齐之时 则是可以召唤神龙财怪 这时为了防止黑暗料理界获得传说中的厨具 小丹家与雷恩展开神前刀工对决 双方需要做出四道鲦鱼料理一较高低 此战雷恩使用七星刀分解鲦鱼 小丹家则是打造一把可弯曲的百雀刀适应任何角度 接着双方都完成了四道鲦鱼料理 雷恩的菜为山鱼片 红烧鱼下巴 鲦鱼火锅和清蒸下巴 每道菜都让评委大呼过瘾 一口三连 随后小丹家乘上自己的作品 四菜合一 争雕大路途 他不仅是中国的形状更囊括了中国各地的口味 最终裁判判定双方平手 需要加赛 这次雷恩拿出了一次性的完牌兵刀 北城天然刃 他做出了一道猎兵仙雕山 让裁判仿如自身天堂 作为应对 小丹家用加热的干丝板穴刀打碎鱼肉 做出了一道转身春卷 让裁判感觉到鱼在嘴中跳跃 当前两道菜的味道都已达到巅峰 小丹家则是凭借略胜一筹的创意获得本次胜利 不过传说中的厨具永灵刀却同时认可了小丹家和雷恩 原来雷恩并没有真正投靠黑暗料理界 他想要得到永灵刀也是为了对抗邪恶的组织 不仅如此 先前袭击谢师傅的也并非雷恩 而是一位会异龙术的黑暗料理界杀手 没想到 这名杀手为了封印永灵刀 他居然一把夺过神刀将其刺入自己体内 由于传说中的厨具不能用于封印料理之外的事 因此永灵刀被一举封印 杀手也一命呜呼 不管怎样 异常分波总算平息 同时 大家还决定要根据残暴图寻找其他传说中的厨具 一段时间后 众人来到魔都上海 在此 大家先是与阿Q相聚 再次遇到了黑暗料理界的敌人 当前黑暗料理界抓捕了许多料理联合会的人 他们要在黄浦江上开启四威式的对决 如果小当家等人输了 就要交出残暴地图 很快 第一场对决打响 汤料理比赛 出档之人乃是阿Q和紧毛虎若可 这次 若可做出了汤中极品顶级鸡汤 而阿Q则是将哈密瓜和甲鱼完美融合 制成一道果冻般Q汤的双眉弹跳甲鱼汤 虽然 若可的汤味道更加鲜美 会让人欲罢不能 可是阿Q的汤却能引领之后的菜 令人胃口大开 因此 作为第一道料理 阿Q无疑更具匠心先下一城 没想到的是 若可竟被绕下难吃印作为失败的惩罚 接着 第二场对决开启 点心比赛 此战 谢师傅出阵 对决面点王罗根 王罗根乃是面点世家白罗家的传人 未曾想到 双方需要比试的科目 就是包子 而白罗家正是包子的发明人 诸葛孔明的家臣 只见罗根用千年蜀汉老面 做出一道正魂包 寂静世作 仅仅一个照面 大家几乎就要断定 罗根必胜 但是 谢师傅却另辟蹊径 做出了一种会笑的包子 黄金开口笑 其实 谢师傅做的是杂包子 包子利用了碳酸氢钠 预热膨胀的特点 裂开缝隙 再加上包子内中的蒸汽对流 形成黄金开口笑 所谓点心 就是要让吃糕点的人开心 谢师傅完美诠释了这点 得到评委的高度认可 最终 评委判定双方平手 罗根也认可了谢师傅 他还将首战传承给谢师傅 并要去日行一散 自我修行 这时 黑暗料理界想要杀死罗根 惩罚他的背叛 但是 罗根却伸手敏捷 大笑着扬长而去 接下来 第三场比赛开始 雷恩VS 大厨 一战亲向恩 没想到 大厨向恩 居然也有着和雷恩一样的七星刀 过去雷恩为了独占七星刀 曾经陷入邪念 杀死了制刀人罗歇 这是雷恩一生的污点 也是他退出黑暗料理界的原因 如今 雷恩一度陷入愧疚 无法自拔 好在 小丹家一拳打醒雷恩 让其找到厨师的初心 随即 雷恩开始制作料理 决定用美食带来幸福 然而 此刻的大厨向恩 却和裁判们玩得非常开心 你怎么可以摸那个地方吗 手不小心滑下去的 其实向恩勾引裁判的目的 是要让其先吃自己的料理 之后 雷恩做出了最高级的上海菜 蟹斗 向恩则是拿出了普通的蟹肉汤和螃蟹浓汤 没想到 裁判居然判定向恩获胜 原来 螃蟹浓汤会掩盖裁判对蟹斗的味道认知 因此 裁判才会做出如此判决 此刻 雷恩出于愧疚 想要一时以蟹天下 不过 谢师傅却拦下雷恩 并说自己曾经见过罗歇 其实过去的螺蟹没有生亡 他还打造了另一套七星刀 然而 向恩却用毒强行夺走了螺蟹的七星刀 随后 他更是将螺蟹送到天堂 回到现在 螺蟹的灵魂突然从雷恩的七星刀中出现 他鼓励雷恩要去带给人们幸福 并且破坏了向恩的七星刀 没想到 七星刀本身是一种会成长的刀具 使用者如果带给人们幸福 就会让七星刀越发凝炼 就这样 雷恩走出阴霾 重新振作 随后 最终的决战打响 小丹家vs少安 原来 少安在输给小丹家后 投身到黑暗料理界 今天 他也是带着无边恨意前来复仇 这时 两人决定再去之前局下楼的豆腐对决 时间则是在第二天下午三点 然而 在都督和四郎帮助小丹家制作手工豆腐时 向恩却迷昏了都督和四郎 用纳豆菌破坏环豆 因此 小丹家所剩下的时间 只够勉强 做出豆腐 无法烹饪 但是小丹家岂是寻常之人 他决定将计就计 做出一道跨市计的料理 几个小时后 比赛进入评审阶段 只见 少安拿出了顶级作品 豆腐三重奏 而小丹家则是将豆腐模具 直接送到裁判面前 未曾想到 小丹家居然拿出了黑白分明的熊猫豆腐 而且豆腐还能变魔术 成为大魔术熊猫麻婆 此时 裁判先吃小丹家的豆腐 他们立刻被各种美妙的口感覆盖 纷纷点上 其实 豆腐之所以黑白分明 是小丹家用了猪油版分隔 后者预热后就会渗入豆腐 同时 豆腐模具中自带了切线 这也是纳豆带来的灵感 让酱汁完美融合豆腐 如此创意十足的设计 真是令人不惊一口三连 接着 裁判又吃了少安的豆腐三重奏 虽然 少安用豆腐做出了肉 面和嫩豆腐味道极好 但是 评委们还是将获胜者评给小丹家 因为 熊猫豆腐更适合魔都上海的独创性和普遍性 而少安的作品 过去阿贝仙女就曾经做过 没想到 苦心修炼的少安 最终回到的 仍旧是师父的原点 此刻 少安接受不了打击 他决定引爆轮船 将大家都乘入黄浦江 危难之际 船舶联盟前来相救 这才救下众人 这时 小丹家抓住了 即将坠落活害的少安 他说出自己的母亲 从来没有怨恨对方 这样以得抱怨的行为 让少安极为感动 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 真心忏悔 最终 少安放开了小丹家 投入活害之中 到此 与黑暗料理界的魔独对决告一段落 接着 小丹家得到了 藏宝图和暗号图 藉此 他们找到了第二件传说中的厨具 闯龙壶 这个厨具 只要将食材放入 就会立刻变熟 极为神奇 随后 大家继续上路 寻找第三件 传说中的厨具 途中 他们抓到了一位冒充谢师傅 作恶的强盗 并揭穿了衙门总督勾结强盗的罪行 多日后 大家来到九华山 这里的人们都对一种天神鲍鱼汤 极为痴迷 为了喝到天神汤 他们愿意将自己的一切 献给鲍鱼天神 而且 小丹家还发现 这种汤 确实极为美味 不过 为了从鲍鱼奸商手中 拯救穷苦的村民 小丹家将自己装扮成灰心绳 并且特制了一种 极富蔬菜营养的 灰心炒饭 之后 村民们吃下了灰心炒饭 他们都回味起大地的味道 并且重新下地干活 其实 小丹家的灰心炒饭 是用魔法将大地的蔬菜送上天空 借由太阳进行加热 所以才会有如灰心一般 落入地面 才怪 其实 炒饭会飞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头时机 小丹家还帮助村民们 补充了营养 让他们恢复干净 至于为什么炒饭会发光 那只是料理的基本操作 就这样 鲍鱼奸商 灰溜溜的离场 大家还发现 对方使用的厨具 正是传说中的圣魔铜器 而这也是为何 天神汤如此好喝的原因 不管怎样 小丹家得到了 第三件传说中的厨具 接着 一掌亲向恩 还发起了一次 对小丹家的突袭 小丹家和都督 关在山洞迷宫中 要以此为威胁 得到传说中的厨具 山洞中 都督因为没有淡水 而晕倒在地 见传小丹家极为自责 如果连心爱的女人 都无法保护 那还算什么厨师 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救不了 我还算什么厨师啊 算什么 危急关头 小丹家找到了一个气锅 他将盐水 做成了蒸馏水和粥 成功救回都督 两人还在山洞中 彼此告白 并利用烟气 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逃出险境 谁知 向恩的阴谋粉碎 不得不跳崖逃生 在此之后 大家遇到了李提督 李提督表示 黑暗料理界 已将魔掌伸向皇宫 他立刻带着大家 返回北京城 然而 当众人抵达北京后 黑暗料理界 却联合了皇宫中的内奸 他们先是派人 将李提督关入大牢 再次准备谋夺 御上凡大厨的位置 用料理控制世界 看来 这已不是料理界的纷争 而是事关中国的 生死存亡 小丹家通过花瓶 进入皇宫大殿 没想到 代表黑暗料理界 夺取大厨之位的 近是阿飞 随即 为了阻止黑暗料理界的阴谋 小丹家提出 要与阿飞进行 御前料理对决 由于小丹家 有着特级厨师的光环 皇上同意此事 本次对决 需要双方在三个小时内 做出一百道菜 对此考题 阿飞立即以满汉全席为主题 进行筹备 反观小丹家 他却陷入了一阵迷惑 到底要做什么才好 突然 他看到了皇上的样子 心中瞬间有了答案 于是 在谢师傅和雷恩的班族下 小丹家着手进行自己的料理准备 三个小时后 双方都完成了各自的作品 这时 太监总管 要求皇上先吃阿飞的满汉全席 这一百道菜 采用了诸炉 印度咖喱等世界各国的食材 可谓是代表了国际化的新中国 而皇上对此也还算满意 从头到尾品尝了一百道菜 可是 由于分量确实太大 皇上却吃不下小丹家的料理 文言 太监总管立刻下令 比赛结束 要永久剥夺小丹家三人的厨师资格 就在这时 小丹家请求皇上尝一口自己的粥 未曾想到 这却打开了皇上的食欲 他越吃越起劲 甚至开始大快夺矣 见状 太监总管一度想要提前宣布阿飞获胜 但是皇上却阻止了总管 他还被小丹家的豆芽菜 凤凰水晶蒸服 一口气吃掉了一枕头豆芽凤凰 在此之后 皇上精神大震清光了一百道菜 他还当庭宣判 获胜者乃是小丹家 原来小丹家的主题就是药扇 他看见皇上疲弱无力的样子 决定用药扇让对方精神大震 原本皇上就吃过天下美味 很难被所谓的顶级美食打动 也是因此 过分的油腻 让其精神疲惫 身体负担太重 而小丹家的药扇料理清淡爽人 兼具调理功能 所以皇上才会越吃越香 接着 大家还发现 阿飞是被人用药物控制 才会变得邪恶 见状 他们立刻用传说中的厨具做了一碗摊 拯救阿飞 到此 黑暗料理界的阴谋 总算瓦解 李提督也从天牢示范 并抓捕了身为内奸的太监总管 此刻 皇上想要分小丹家为御膳房大厨 不过 小丹家却拒绝了皇上 不说出传说中厨具的重要 随即 为了天下万名的福祉 皇上准许小丹家 继续寻找传说中的厨具 就这样 小丹家等人 再次踏上充满未知的冒险之旅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料理文化 也在今天迎来了一段新的真诚 妈妈 我绝对不会忘记 所有从你身上学到的一切 好了 以上就是中华小丹家动画版的全部剧情 此处该刷一波 完结杀花 其实 小丹家动画版并没有完全还原漫画的剧情 不过 它仍旧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作品 无论是剧情节奏 还是人物塑造 都极为优秀 特别是一道又一道精致美食 简直让人难以忘怀 那么 重温了童年回忆的小伙伴们 记得为本期视频点赞三连 多多支持 如果希望UP后续做哪部作品的简说 还可以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留言 我们不见不上 谢谢大家 拜拜